好 吃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CP值很高 讚 夠新鮮 夠大顆 CP值真的是超高的 我的 還會動 仙道會動的好料 讓人驚呼連連 還不到晚餐時間 店裡人氣已經像桌上的炭火 旺到不行 因為冰櫃裡滿滿的 送其海味都能任君挑選 不管是要放上烤台 還是煮成火鍋 80多種食材 600塊就能通通吃到飽 讓愛嘗鮮的饕客大呼過癮 我忙 忙著吃 第一次來了 物超所吃 放下去原包要先灑上去 魚在烤的時候 差不多1分鐘 2分鐘 稍微這樣給它撥動一下 它才不會黏在網子上面 等一下烤好了整個魚鱗 整個把它去掉直接吃肉 600塊這樣子吃 很滑得來 魚那麼新鮮 肉那麼多 那麼好吃 我看那吃了三四條 就回本了吧 隔世鮮魚一字排開 在伸展台上爭其鬥夜 一旁還有鳳螺 隔離 扇背 魚下巴 小屋賊 食不完的澎湃好料 讓人看得眼花嘹爛 好哭鬧 還開始真的要吃什麼 好喝 但也有饕客 早就擬好 作戰計畫 這裡全部鮮公海鮮 魚都很新鮮 我先吃蝦跟魚 挑貴的吃 這是肯定的 只要海鮮新鮮 我先吃這個蝦子 蝦子我最喜歡吃 謝謝老闆 感恩老闆不是沒有理由 也見大伙兒夾過一輪 剛做完桌邊服務的楊瑞毅 又趕緊進廚房補貨 不怕客人吃 就怕客人吃不飽 我們就是不怕客人吃 那房心來著 對啊 因為只要有客人 我們就是要把魚貨什麼 補滿 滿滿魚貨隨時補齊 在楊瑞毅嚴格的把關之下 不是新鮮 絕不出場 他的眼睛一定要是光亮的 魚再次鮮往吃 代表這魚就是有新鮮 所以不新鮮不能擺上來 對 不新鮮的食材 我們不會給客人吃用 身本那麼高 你們賣那麼便宜 沒辦法 就是薄利多銷 只要客人說實在 吃得高興就好 他這個看起來都很新鮮 每一條魚 你看我一直口氣夾兩 兩條 他這個魚外面買一條 就要好幾百了 打算吃幾條 就吃到百為止 搶好料不手軟 直到手裡的大鐵盤 裝好 裝滿 就可以放上烤台 等待一隻隻的鮮魚 量力變身 巧手一番 塗滿鹽巴的紅魚 已經烤得焦脆噴香 不斷地飄送濃濃海味 還有一整尾的套Q 採放下就站去半個烤台 Size超精神 再刷上店家特製的烤肉醬 香味立刻撲鼻而來 它的味道很香 它們自己抬的跟它們不一樣 烤滿的草蝦 漸漸換上鮮紅外衣 酒孔 扇貝 在炭火催化下美得冒泡 隔離也一個接著一個開口笑 超豐富的食材 讓人不禁讚嘆 到